今天要來講再生能源 不是啦 西洋產業耶 對啊 近乎一直撐腰就媽寶耶 是嗎 是 大家好歡迎收看 李歐不會說我是Sandy 我是憲韓 我是李歐 最近這個再生能源真的非常的夯 那小酸酸小槌菜們 到底妳知道什麼叫再生能源 有 最近再生的西洋產業 西洋產業 十年都不動啦 一動可以賺十年嗎 我跟你說 十年磨一劍 真的 這是政策在支持的一個產業 我會不會是磨刀石啊 沒有沒有 你吃小酒菜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其實這個產業呢 它的未來產業前景是非常大的 多大 跟你想像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背後是有政府支持的 譬如說我們以太陽為例好了 未來到2025年 政府的這個目標是要規劃20G瓦 它的政策目標要安裝20G瓦 等於是200億 200億瓦 這個數量很大 而且不只是台灣 你看美國總統未來 拜登喔 拜登他要花兩兆美元 你是偷偷說誰會當選嗎 強烈暗示 強烈希望 你看民調很明顯嘛 拜登他就很明顯的領先 兩兆美元要投入再生能源 可以創造多少的工作機會 促進經濟成長 而且你看喔 不只是美國 不只是台灣 歐盟也是 最近不是有一個什麼 7500億的振興計畫 支持歐盟復蘇 這個不得了喔 裡面有30% 它規定 你就是要投入到再生能源裡面 不但可以綠化經濟 還可以創造就業 重點是我們還可以順便解救北極熊 北極熊 真的 可是這樣你看 你知道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這麼夯啊 散戶一堆 法人主義 才剛剛開始而已 未來20年 欸 風力發電是這幾年剛剛開始 我們台灣是從0 從5到有 未來 你看喔 是那個握序 台積電跟他買電力 一買就20年 賺就賺20年 20年後呢 再買 20年後重新再插 繼續買 繼續做 對啊 賺不停賺不完 不是10年磨一屆 不是只有賺10年 賺20年 哇 可是那講到我們來講台灣地理好了 地下人寵 台風一堆 又下雨 對啊 風來了就把太陽能吹爆 吹爆 我知道 你別忘了 我知道 小酸酸們一定會有這種想法 對不對 小酒酸們也有這種想法 說太陽能 只要下雨 颱風一來 是不是都壞掉了 我告訴你一個數據 其實這個太陽能板 從美國2009年到2013年的數據 總共安裝了5萬組的太陽能 實際一年損壞的 佔不到0.1% 你看壞掉的比例很低 美國沒有颱風嗎 有啊 美國還有龍捲風 沒錯 那你說颱風 不要說話 你說颱風 不要說服我 颱風也是一樣啊 台灣海小不是有很多颱風嗎 一天到晚有颱風 好告訴你 颱風會把它吹壞嗎 會啊 有可能嘛對不對 有可能 你又想的覺得有可能 對啊 可是我們苗栗萬海有兩座示範風機 經過了這麼多年 那颱風出來就去 完全沒壞 而且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抵禦這個8公尺的浪高 打不壞 而且每一秒的瞬間風速70公尺 它可以撐住 你自己想喔 一秒鐘 你現在數1 1 好70公尺 1飛多遠了 風力很強欸 好像 沒事 沒有我不能認同它 撐住了 撐住了沒事 所以你看 風力發電跟太陽能 沒有你想要那麼脆弱啦 沒事的 那你剛剛講說地下人仇 那也不是問題 放哪裡啊 它除了放在什麼 一般的農田啊 或是說這個 漁溫啊 廢棄的漁溫 就是不適合耕作的 比如說那個已經炎化的 或是地層下陷的 可以放以外 我們主要市場 又不是只有做台灣 我們要做美國的生意 做全世界的生意嘛 對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放別人家 然後自己賺錢這樣子 巴菲特在美國 拉斯維加斯附近 他今年也投資一個 690個百萬瓦 大型電廠是美國現在最大的 聽起來是不錯 聽起來是不錯 可是那麼多嘛 再生能源有綠電 不是綠電就再生能源 不是綠電就再生能源 就是太陽車 通力發電 還有這個輕能 未來的輕能 誰說電動車一定是使用電池 會改用輕能 輕能有什麼神奇小東西 潛力 潛力十足 還有儲能 你們剛剛都沒有提到重點 什麼重點你知道嗎 晚上沒有辦法做太陽能發電 沒有太陽啊 那拿燈照它嘛 最好是拿燈照它 頭到哪裡有問題啊 太陽光 你以為你後面有佛祖光 但重點是 有時候風也會不吹 沒有風 有時候風很大 有時候風不吹 沒有風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必須要有儲能系統 先把之前的電 放在我們這個太陽能風電 跟離岸風電 這個先儲存起來 暫時儲存起來 將來它可以維持我們電網的穩定度 這個儲能也是一個商機 也是一個大商機 這個商機很大 很複雜耶 真的很複雜 沒關係 很複雜 你就加入你後面說的LINEH 大家做回來講 沒錯 觀眾朋友有福了 帳號搜尋小老鼠 HAPPY1314 每週五都會有熱門讀軍的詳細分析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 Dio北供 我們下次見 掰掰